风水师无意路过一座古宅 竟发现此地非同一般 随即他打开天眼想要一探究竟 原来这竟是一处千年灵虾学 会保佑住在此处的人家富贵生财 灵虾的两根虾须强健有力 今天古宅里定有两个男孩出生 就在这时一个仆人出现 只见他挑起红灯笼就要挂上 风水师出生阻止 谁知仆人并没有理会 不料就在这时突然一阵地动山摇 原来是灵虾学的地气遭到了破坏 风水师见状飞身将灯笼取下 仆人怒斥风水师为什么摘下灯笼 风水师告诉他红灯笼会破坏他家的风水 就在两人争吵之时 古宅老爷走了出来 见风水师一副室外高人的模样 老爷当即邀请风水师进屋并盛情团贷 在风水师的一番解释下老爷才知晓 因为红色是瞎子煮熟后的颜色 所以灵虾学不能出现红色的物品 否则就会冲撞地气带来灾难 风水师见老爷带人和善随即开谈作法 帮他挽回被破坏的风水 而后告诫老爷家里一定不要出现红色的物品 就连衣服也不能穿红色的 随后风水师告诉他今天古宅有两个男孩出生 一个是老爷的孙子在西边出生 而另一个则是老管家的孙子在东边出生 旭日东升以后老管家的孙子将会取代古宅的一起 这话一出下的老管家立马下跪并中心 但风水师却告诉他风水轮流转是控制不了的 老爷不解灵虾学不是保护柜的 风水师却道人是会影响风水的 留下一句付不过三代已是警戒后便离去 当晚老爷便做起梦来 老管家抱着金孙坐着轿子来到古宅 将古宅的牌匾换成了王府 老爷直接从睡梦中惊醒 随后他来到老管家房间 抱起孩子直接扔进池塘 老管家找了一夜没有发现孩子 就在众人伤心不已之时 一只前鼠闲着荷叶慢慢游来 荷叶上竟是老管家的孙子阿璐 见到这一幕的老爷也终于认命 转眼七年过去 阿璐也在少爷的欺负中长大 这天少爷正齐在阿璐身上玩耍 谁知突然出现一只前鼠 阿璐吓得将少爷摔倒在地 就在少爷想要打死前鼠的时候 阿璐上前阻止 随即召来一顿毒打 因为土地庙有前鼠咬金瓜的传闻 阿璐便打算做一碗南瓜饼送给前鼠 起料前鼠直接化为原形 这可将阿璐吓了一条 而两只前鼠却看在南瓜饼的面子上 和阿璐成为了好朋友 不久后老爷巴士大寿 少爷送了一个金钱鼠的元宝 老爷十分高兴 而阿璐因为家里贫穷 只能送给老爷亲手做的南瓜饼 谁知就在老爷准备品尝时 南瓜饼突然变成了金瓜 原来是前鼠送给阿璐的领 这个小男孩正在制作南瓜饼 想要送给家里已成人形的前鼠享用 原来这两只前鼠竟是男孩的救命恩鼠 当年一个风水师路过古宅 告诉老爷他家富不过三代 如果后人不努力上进 老管家的孙子阿璐将会取代少爷的一切 老爷听闻一时糊涂将阿璐扔进池堂 多亏两只前鼠闲和叶将阿璐救起 从此一人两鼠就成为了好朋友 转眼15年过去 少爷每天胡吃海喝无所事事 而阿璐遵从爷爷的遗愿 一直守在少爷身边 这天少奶奶穿着一系红衣 想要出门逛街 起料阿璐却让少奶奶赶紧将衣服脱下来 原来是古宅建在一处千年灵虾穴上 因为红色是虾子肿熟的颜色 所以灵虾穴不能出现红色的物品 就连衣服也不能穿红色的 否则就会破坏地气带来灾难 谁知少爷两人却并不在意 认为是阿璐小题大作 不料晚上就发生意外 少爷来到后花园闲逛 转头竟发现地上有一条双头蛇 少爷吓得当即大喊救命 叫声引来了还没有睡觉的阿璐 阿璐拿起锄头一下将双头蛇斩断 随后将它装进袋子扔掉 起料这双头蛇竟然是土地公的女儿 为了替亡死的女儿报仇 土地公找到判官 想要勾魂使者去将阿璐带来 谁知判官连连拒绝 言明阿璐是实施善人 身负功德会寿终正寝 可土地公却听不进去 冒着触犯天条的危险 也要阿璐尝命 另一边的阿璐似乎也有预感 他专门为浅鼠做了很多南瓜饼 害怕他们以后会挨问 得知缘由的浅鼠 就要带着阿璐去给土地公道歉 谁知走着走着浅鼠 竟变成了阿璐死去的爷爷 爷爷招手让阿璐过去 就在这时浅鼠直接将阿璐咬醒 原来是土地公的幻术 让阿璐差点掉下悬崖 这时土地婆拽着土地公赶来 当即就让土地公给阿璐道歉 随后土地公表示 舍不得女儿暴示荒野 请求阿璐将女儿入土为安 第二天阿璐将双头蛇埋葬在后花园 两只浅鼠心有不安 阿璐却表示是他俩多想了 起了不久后少爷就开始倒霉 无缘无故被口水呛倒 走路也会被橘子绊倒 出门还被人泼洗脚水 吓得少爷连忙请道士前来查看 谁知道是竟让他将浅鼠赶走 可阿璐却谨记老爷前鼠生富贵的言论不愿动手 没想到就在两只前鼠忧愁不已的时候 少爷已经开始动手 他将热水灌进前鼠洞想要淹死前鼠 还用补暑器将前鼠洞围起来 却不料当晚少奶奶就被前鼠抱负咬伤嘴唇 这下少爷二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男人浑身冒着白烟 脖子上一条双头蛇若隐若现 谁知下一秒竟直接昏倒在地 阿璐连忙找来道士为少爷查看 其料发现少爷身上竟然开始退蛇皮 道士一眼就看透这是有妖物作祟 原来几天前阿璐在花园打死一条双头蛇 谁知那竟是土地公的女儿 土地公不仁女儿抱尸荒野 虽让阿璐将她安葬 不料安葬的地方竟是地气汇集之处 双头蛇每月依靠地气修炼 终于得以化为人形 只要他在西市一人的精气便可复活重生 而少爷正是双头蛇选中之人 前鼠告诉阿璐可以用熊黄酒驱赶双头蛇 随即他便将双头蛇的坟墓挖开 将熊黄酒倒在了双头蛇的尸体上 与此同时被双头蛇附体的少爷 突然惊醒想要出去 少奶奶随即念起金刚精阻拦 而另一边阿璐也被双头蛇缠上脖子 道士将酒撒在阿璐脖子上 谁知被附身的少爷却上前一把掐住阿璐 就在这时前鼠终于带着土地公打开 随后土地公将双头蛇收入葫芦 原来土地公本一是想让女儿好好修炼重新化形 没想到双头蛇不走正道这才害了少爷 原以为经此一劫后少爷可以消停 不料他竟要将阿璐赶走 因为他觉得一切灾难都是阿璐带来的 随着阿璐的离开 前鼠也收拾行李离开古宅 古宅的地气被双头蛇破坏 他们也要另寻住所了 得知此事的阿璐询问前鼠有什么办法避免灾火 前鼠告诉他时事流血就要赶紧逃命 阿璐赶紧将消息告诉少爷 谁知少爷根本不信还骂阿璐有病 无奈阿璐只能每天到古宅门口查看 其料没过几天时事真的流出血泪 阿璐连忙通知少爷逃命 可少爷还是不以为然 不料就在这事突然发生地震 少爷躲避不及被牌匾砸中 少奶奶也被掉落的横梁砸死 几天后古宅在一次更大的地震中直接倒塌 当年风水师父不过三代的话竟真的应验了 阿璐在处理完少爷的丧事后找到前鼠 与前鼠另找一处安家居住 谁知这天阿璐进山竟被土匪抓住 原来是土匪老大有头疼的毛病 命令小弟下山寻找大夫 谁知小弟错将阿璐保来 询问病因后阿璐得知原来是蜜蜂钻到了老大的耳朵 他当即用烛火靠近耳朵将蜜蜂拧了出来 不再头疼的老大高兴不已 为了感谢阿璐直接送了他一箱金子 而阿璐不知道的是 这金子竟是当年土匪在补宅抢到的